大家晚上好 我是智智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 所有男人请注意 这四种女人 你千万不能碰 尤其是第四种 碰了 你这辈子就完了 第一种 刚认识 就伸手向你要礼物 要红包的女人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真正在乎你的女人 是不会主动向你索要任何的东西 她生怕你觉得她是一个物质的女人 但凡敢扣着脸皮 问你要这要那的女人 那惦记的都不是你的人 而是你口袋里面的钱 第二种 喜欢跟各种不同的男人 都去吃喝玩乐的女人 不了解的人呢 以为她的朋友多 圈子上 了解以后啊 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朋友 分明都是她养的鱼 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呢 说难听一点 以后孩子是谁 都不知道 第三种 有故事的女人 我承认 这样的女人呢 确实很有魅力 但是你跟她在一起 永远只有被拿捏的份 因为她越人无数 哥哥弟弟都多得数不过来 在她眼里 任何男人 都只是过客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为你付出真心 第四种 爱撒谎的女人 她嘴上说的爱 她心里呢 还指不定在想着谁呢 甜言蜜语 你想要多少 她就会给你变多少 眼睛都不眨一下 你以为 那一句 你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 其实啊 她已经对无数的男人说过了 这样的女人 你能指望她跟你过日子吗 俗话说 女怕嫁错了 男怕取错其 遇到这四种女人呢 可千万千万要多载个新年 记住了吗 这四种女人呢 这四种女人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